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坚持正确方向 坚持利得数人 坚持服务国家 坚持改革创新 面向世界勇于进取 树立自信 保持特色 努力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方面走在前列 为国家发展 人民幸福 人类文明进步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16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 是改革攻坚之年 更是清华人大展宏图之年 这一年中 清华大学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制定实施 党的建设 制度建设 文化建设等专项规划陆续展开 未来五年 学校将继续全面深化综合改革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向着更创新 更国际 更人文的方向持续迈迹 这一年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多次考察指导清华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和科技成果转化 4月15日 总理专程来校考察工作 与师生亲切交流 今秋十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 百岁老学长宋平回到母校 在这里重溢青春岁月 畅谈学校发展 这一年中 学校综合改革取得标志性阶段成果 1月10日 清华大学战略发展委员会成立 3月 38个院系人事制度改革全面启动 4月 第17次科研工作讨论会闭幕 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正式启动 9月 本科实行荣誉学位制度 本科国际学生招生和博士生招生全面采取申请审核制 博士生招生名额增加 向青年教师倾斜 充分激发科研活力 8月 清华大学四个本科专业正式通过ABAT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数量位列全国第一 这一年中 清华大学教学科研再创佳绩 1月 19项优秀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 学校与英特尔公司等联手开始研发新型通用CPU 与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签署协议建立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 3月 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首台压力容器顺利调装就位 6月 这一重大专项和集成电路专项和高级重大专项 实验观测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等多项重量集成果 参加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 同样在6月 由清华管理运营的中国神威太湖之光计算机系统 首次亮相国际超算大会便一举夺冠 全机应用研究项目团队获得戈登贝尔奖为我国实现零的突破 10月 罗永章团队发现全新广埔肿瘤标志物 获准应用临床肺癌早期诊断 11月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攻势 我校获利11项位居全国第一 12月 第二届长城工程科技会议聚焦军民融合 清华师生全年在国际自然 科学 细胞三大国际期刊 发文20余篇 在生命 医学 材料 物理等多个前沿领域取得重要突破 三项成果入选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 这一年中 清华大学办学新格局出现端倪 1月10日 人文清华讲坛在新清华学堂开启 人文学院教授 著名作家格飞开讲重返时间的河流 9月10日 苏世民书院举办开学典礼 来自31个国家的110名书院学生正式入学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分别发来贺信 由延东副总理出席开学典礼并致辞 在这丰收的9月里 由清华倡议发起成立的亚洲大学联盟举行筹备会议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正式开馆 全球创新学院手动教研大楼在西雅图奠基 11月 清华大学与深圳市政府签署协议 进一步合作 共建清华大学深圳国际校区 12月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英国大学联盟 在上海主办中英大学人文对话论坛 联合12所中英高校共同倡议发起中英高等教育人文联盟 同样在12月 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 地球系统科学系相继成立 清华大学与北京协和医院签署合作协议 这一年中 清华大学师资队伍建设亮点皮线 10月 清华大学第二次人才工作会议召开 人才强效战略持续推进 新设立的长聘教授讲坛广受关注 薛奇坤荣获首届未来科学大奖杨广文 入选2016中国科学十大新闻人物 四位校友入榜世界杰出青年创新家 一批教师在国内外获得诸多重要奖项 这一年中 学生培养成果斐然 学生工作综合改革全面启动 学生挡件支持计划实施 新资助体系走过十周年 学校积极推进学生荣誉体系与评价体系改革 构建全平谱学习发展支持体系 持续深化精细化就业引导工作 继续开展 行建新百年 共筑中国梦主题教育 加强形式政策教育 积极发挥新媒体矩阵作用 生动讲述清华故事 首都高校运动会上 田径队勇夺七连冠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 演绎清华时刻 南篮斩获总冠军 女篮摘得第三 七月底 首届世界名校足球赛落户清华园 八月 里约奥运会上 易思林 王宇 叶诗文 为国征战 在第七届秋成同大学生数学竞赛的较量中 清华学子包揽个人权能及团体金奖 十月 原创话剧《马兰花开》 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 举行第五十场正式公演 十二月 一二九歌勇比赛 响彻清华园 这一年中 学校积极开展 两学一座学习教育 从四月份起 全校师生党员积极参加系列学习研讨会 专题研讨 主题实践 党课 理论知识竞赛 党员先锋港 党员行为规范讨论等活动 学校党委先后开通党建木课 微党建平台 设立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专项 开设清华思客新媒体专栏 不断强化学习效果 凝聚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七一前夕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 即纪念清华党组织建立九十周年大会隆重举行 党在清华园展览图文并茂 全面展示清华党组织成立与发展的光荣历程 教师节到来之际 一位清华退休老教授 优秀共产党员赵家和世纪展揭幕 赵家和教授爱国奉献 卷资助学的先进世纪 被媒体广泛报道 感动了广大师生和社会民众 十二月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校党委书记陈旭做交流发言 清华大学先后举行统一战线工作八十周年 即党委统战部成立六十周年 教带会制度设立三十周年纪念座谈会 2016改革路上 我们一起携手 共同走过 2017 我们将迈着更坚定 更从容 更自信的步伐 走向世界 创造未来 returning 我们将在交流发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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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